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九十二节 用妻妾为父母学 九十三节 德心妄固 口是心扉 我们看这个念段 先看看汇编里面的诸解 妻妻之语 干儿易如 父母之训 正儿难从 妻妾之语 未由不与父母之训相反者 世人 所以孝衰于妻子也 父母阅历基督 见死必荡 爱子有妾 为某必周 岂有年少女子 而所见凡胜于老陈殿达之人 似里依然 不但为劝孝说发也 我们只看这一段 那么这个话 在今天的社会 一般讲的敏感问题 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 这大家都晓得的 学佛的同修 女众超过男众 这个成就也佛如实 所以我们要晓得 这个感应篇写成的年代 这是在古时候 我们也晓得 远古时代 也有贤其良母 那么这个 与古德所说的 有没有违背 我们要明了 社会大众 是一个非常复杂 现在复杂 过去也复杂 那么我们多到这些 敏感的词句 一定要用智慧去衡量 我们要把这个意思 广泛地隐身 凡是自己亲爱的一些人物 多半容易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 是非厉害得实 往往就疏忽 所以应当怎么学法呢 佛菩萨教导我们 古圣先行教导我们 越是清静的人 这个常常接近的人 越要有理智 越要冷静 在这个言语行为当中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 如理如乏的便秘 亲疏 要等同地看待 这个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这是属于修养上的问题 父母没有博爱儿女的 古时候 这个教育 无论是家庭 无论是社会 古时候没有学校 多半是四处 教导的都不外乎能力道德 其实在娱乐方面 我们看看古时候的一些戏剧 古老的 昆虚 到以后演变的 金剧 乃至于地方戏剧 作为仔细去观察 它的内容不外乎 忠孝皆宜 为大众 宣扬 善因善苦 卧因卧报 在那个时候 教育不普及 但是 这种 以教学 用娱乐的方式 来表达 对世道人心 产生 很大的作用 所以中国过去 这些戏剧 舞蹈 音乐 都是教学的手段 它不是在遇漏 跟现前这个社会 完全不相同 所以 这个老年人 没有不关心地下一代 不仅是自己的儿孙 对于整个社会 所有年轻人都能关怀 总希望下一代 比我们这一代有进步 比我们这一代更幸福 这是绝大多数的人 都有这种心态 都有这个理念 今天社会不一样 今天社会这种理念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淡薄 完全 我们所感触到的 自私自利 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甚至只有今天 没有明天 所以你想想 这是多么可怕的 思想 多么可怕的行为 可是在一个读书名里的人 看到了 我们如何来 除 这个时代 如何来帮助 这个时代 那就不能不明理 不能不明法度 法度 有善 有不善 如何能够劝导社会大众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这个时 要高度的智慧 在行持上 要高度的艺术 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 我们不能不认真努力 今天父母 做父母的利益 教识 不见得是正法 鼓务力 鼓励儿女 升官发财 谋许一家的利益 这些观念 都有问题 今天 今天 有几家 做父母的人 劝勉儿女 牺牲自己 服务社会 已经是不读见了 古人懂得 学习为人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为父母训 应当是 把它说成 为圣人训 为佛菩萨 祖师大德的训会 我们以这个为标准 在佛法里面 最低的标准 是五戒是善 如果说得周全一点 敬业三福 就非常之好 所以亲近人 常常在耳边 甜言蜜语 我们要想想 他所说的 所做的 与佛菩萨的教诲 相不相应 如果不相应 就不能接受 所以要互相劝灭 舍服 皈依佛法 这就正确了 一定要知道 人生苦短 我们常常看到 亲朋好友 故旧之交 年年月月 都有凋零的 警觉性高的人 真是 瞬目惊心 时间过得非常快 转眼言自己 就是老年 就轮到自己了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 不学佛的人 对于来世 他在怀疑 他不能肯定 学佛的同修 对于这一桩事情 大致上 都能够肯定 人 决定 有来世 这一世 时间短促 来世的时间长 能够想到来世 这个人 就有智慧 在这个短短 素食年当中 吃一点苦头 算什么 一定要懂得 断卧修善 急功累得 未来世 着想 世界 第一善法 是佛菩萨的教会 为什么称佛菩萨的教会 为第一善法 佛菩萨是彻底知误的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究竟圆满的明了 这是一般人比不上的 他的话真实 他的教导 没有错误 我们能信 能接受 那你就有福了 这个佛报 真实的佛报 佛家常讲 人生难得 佛法难逢 佛菩萨是真善知识 我们遇到之后 一定要清净 不能够轻易放空 我们常常劝导大家 放弃自己的 放弃自己的成见 放弃自己的想法 说法 做法 随胜佛菩萨的教会 我们这一生就不会空过 这一生就不会堕落 建大功利益大业 大功大业 是指弘法利息 首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 成就自己的学问 当然 这必须要两丈三宝加持 只要我们真正发心 真正肯干 一生 佛菩萨照顾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绝不要为自己去着想 佛菩萨都给你安排了 你自己有什么好想的了 自己全心全力去做弘法利息的事情 这才相应 下面一节 德行妄顾 口是心非 这是大我 这朱杰林说的很好 小儿一服气用 大儿朋友 这个彭琴 这个彭琴 清义 古人常说 朋友是老的好 我们也不能说新交的朋友不好 但是交新朋友 把以前的老朋友疏远了 这是错了 这是社会大众看到的 广恩 人不忘本 人常常念旧 从这个地方看到你心的厚道 老陈 在社会上 真正得到帮助的 实在是老朋友 教情深 念念不忘顾教 培养自己的厚道 心口尤其要相应 你看看 佛在无量寿金 一开端 真的是叫我们修行下手之处 准我为善的起点 佛叫我们善乎三业 第一句 就叫我们善乎口业 不及他故 我们在新加坡 看到沈哲居室 在这里许多同修 你们都见过 一百零一岁的年轻人 他今年一百零一岁 看起来 也不过就是四五十岁 身体那么好 他怎么修养成功的 一生没有烦恼 一生没有发过脾气 一生没有见过别人的不是 所以无量寿金 佛所讲的 善乎口业 不及他故 善乎深业 不犯威夷 善乎意义 清净无然 他这几句话都做到了 虽然他不是个佛教徒 他也没有念过佛经 可是人家做到了 谭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他做到了 我们去访问他 跟他交谈 他所见的是自己过 不见别人过 跟别人相处 相处不来 回头自己想 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从来没有说是别人不对 我对的 那是个修行人 我们今天修行 为什么不能成就 我们齐心动念 别人不对 我对 诸位同修 冷静去想想 到底哪个对 哪个不对 这个里面 有大学问在呀 这个义里很深很深 我们仔细去观察 他怎么说的 善才同子 能一生成就 就是不见世间过 只见自己过 不见世间过 所以天天能够反省 能够改过 能够自心 一生成佛 我昨天跟诸位说了 我说的是真话了 顺经 逆经 都是修学成就的好环境 善人 我人 都是修行人的真善知识 怎样修行功德圆满呢 顺利境界 生平等心 我们的真诚 清净平等 从哪里修 顺利境界里修 善物 人是善修的 从这个里面 入不二法门 我们才得大约满 常常想到 谭经上六祖所说的 我们要如果说 顺境逆经 那六祖一定会这么说 顺逆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善人 我人 善我是二法 二法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你从这个里面去体会 所以什么是大臣佛法 多元一体 是大臣佛法 有没有顺利 有没有善我 有多元 但是多元是一体的 我们从多元能正得一体 就成就了 你就入不思议解脱境界 执于多元 不能够欺入一体 你是反复 换一句话说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你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无不识一 这个麻烦大了 也就敢鼓抱 你要是入一体 就得解脱了 超凡入圣 关键在此地 希望大家是多想想 怎样歧入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地 字幕字幕。 感谢观看